海浪拍打着夜光早 发出美丽的蓝光 但现在马祖岛上大量路灯 行车闪烁炫光 以及雨火强光都造成光害 破坏蓝眼泪生态 这样子一个强度都已经会对 刚刚我们提到的蓝眼泪 或者是整个夜晚都带来非常大的冲击 常常很多 我现在目前居住在马祖 很多人都会说 哇这就是现在可以看到马祖极光 连江县议会15号三读通过光害管制自治条例 目前自治条例规范 在光敏感区域的夜间 不得有光源闪烁 光源面积在25平方公尺以上 而设置在村庄干道的照明设施 必须经过光害审议委员会审查 包括广告招牌 大型电子看板或车辆车灯 以及雨传灯光也都必须被管制 违反者最重处10万元罚款 这项创局时的蓝眼泪 以及磁光银漆地都可以获得保护 磁银它的尾巴会翘起来发出亮光 来去吸引雄银 所以说这个光线太强的环境的话 其实不仅我们没有办法欣赏到它 那对它在夜晚需要交配的时候 也会有一定的阻碍 在公害纠纷处理法跟砖法上面 完全没有列出光害 可是它承认光是污染 你可以想象又它是污染 可是却不是公害 却没有罚则 却没有标准 林郑秀表示 各界应该持续关注光害相关议题 不只找回暗空与宁静 也顾及民众的睡眠健康 大爱新闻 蔡片仪李明华李俊威 台北报